柯文哲市長在選前就提出的田園計畫 現在規劃就選台北市政府周圍的700坪 開放讓民眾認養 讓民眾擁有在市區裡面種菜的小確幸 柯文哲還特地請來 鑽研都市農業的前市長黃大舟 當顧問掛保證 想種菜台北市民不只在山上 現在市府旁的精華地也讓你種得夠 他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實際操作種菜的地方 對線選前田園窗市承諾 未來北市府旁空地將搖身一遍 成為市民種菜的小樂園 台北市政府的田園計畫 總共規劃了6塊綠地 其中3塊開放民眾認養 而這一區未來會成為蔬果樂果區 而這一塊也是位在北市府旁邊的綠地 未來將成為荊棘用子林立的果樹新樂園 700坪空地規劃成6大區塊 以不破壞現有景觀為目標 也考量環保用水 利用市府頂樓雨鋪滿 蒐集雨水要讓綠地發揮最大效益 田園城市是一個政見 也是一個目標 也是一個理想 其實我們這次這個計畫 還請以前的黃大洲市長當那個部門 他對這個還滿有經驗的 如果多的話溫度就會降 灰錢就會少 空氣會好 他想要做這個督促天人是可行的 控制要把台北市綠化打造成一個充滿綠意的首都城市 更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找回人與人之間互動分享的喜悅 雲南TV前景碰完新台北報導